我现在来介绍的是反乘切函数 Tangent X的话呢 它的反函数叫做Arctangent 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再次重申 你要反函数存在 必须要一对一且硬乘 那么Tangent X它的图形 有这么多这么多 请问的话呢 它是一对一吗 当然不行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发现了 这么多的这个周期函数 它不可能是一对一的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一个限制的范围 那么我们找一个范围 我们就找一个最方便的范围 负二分之拍到二分之拍之间 我们其他通通都不要 来我们把它删掉 好我们来看这个就这样子 如果说的话呢 Tangent X的话呢 是设定在负二分之拍到二分之拍之间 它我发现它是一对一 而且是硬乘 于是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Arctangent就可以存在了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这么说了 我们限制的话呢 Tangent的话呢 是在哪里呢 我们限制它的范围是在 X的话呢 Tangent X X是属于哪一个范围 负二分之拍到二分之拍 要注意哦 二分之拍这个点的话呢 我们不要 这是一个开区间 open interval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等式 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当它是负二分之拍的时候 它会往负无限大走 接近二分之拍的时候 它会往正的无限大走 好那我们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等式了 什么等式呢 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的话呢 Tangent跟Arctangent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对消的 就是恢复原状的状况 这是X 那X有没有范围呢 它是没有限制的 X的话呢 是在负无限大到无限大之间 通通都可以 Arctangent没有问题 那么Tangent呢 这里的X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对消 不过这边的话呢 就要注意的是 这是角度 X的话呢 要在哪里呢 负二分之拍 到正的二分之拍之间 这两个等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么我们顺便的话呢 就做一个简单的立题 让同学练习看看 来我们来看看 Arctangent 一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 Tangent多少是一呢 我们知道是四分之拍 那么的话呢 熟悉这个Arctangent的话呢 反三角的话呢 是在我们的后面 有一个叫做Arctangent的一个积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常常会出现在 我们进阶的 工程数学的一些题目上面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